那你們都想要請教一下就是說 中國的這個旅遊 剛才姐姐有講說是自費的 可以再幫我們講幾下 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就是一個蠻烏龍的 因為就是我們家族旅遊 然後呢大家一起去 而且我們那個家族旅遊 是去年就開始安排了 對 然後呢 因為我們其實每一年 我岳母她會有一筆錢 就希望能夠家族三代同堂 可以一起出去玩 然後以往都會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這一次她剛好就說 她想要去四川 因為她喜歡吃辣 她想要去看一看 所以我們就安排了 我們本來是想安排日本 因為我一直跟她說日幣現在很便宜 結果長輩就想說去成都看看 那時候看到這個烏龍鬧出來的時候 當下心情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一開始真的覺得 應該不會就是沒事啊 我們根本沒辦法當成一件事 因為我們真的是家族旅遊 所以不覺得這個事情 跟我們有任何的關係 但沒想到後來怎麼扯這麼多關係 對 扯這麼多東西出來之後呢 我只覺得唯一對不起的一個人 就是我岳母 因為我岳母一直打電話說 她一直道歉 因為我想去那邊玩 所以導致於現在事情變成這個樣子 就讓我媽媽一直很傷心 然後不停的很糾結 然後一直打來跟我們道歉 我們一直跟她說沒事啊 我們就真的家族旅遊沒事 但她一直說都是我 如果我沒有提出要去成都 我們就不會有這一波了 但我覺得我們的頻道 基本上我們就是呈現是一個 我們夫妻倆 希望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記錄下很多我們去完成 我們的夢想的事情 對 所以包括你們的隔壁鈔碼 也會在頻道中完整播出 對 我們會分享很多 我們自己夢想想做的事情